进入校门量一次体温 教室门口再量一次 这么严格就是因为 9月1日开学日 马上就要到了 开心 终于可以见到同学 然后还有老师们 可以跟老师们 然后同学互动 你下课在家只能去上厕所喝水 然后你在学校可能去外面跑跑跳跳 或者是打个篮球之类的 10分的话我可能给个7至8分吧 回来了三个半月 终于要回到学校上课 学生难掩期待心情 但家长却是忧心忡忡 面对疫情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防疫设备必须要样样齐全 教育部特别编列三亿多元预算 补助全台校园隔板 快膳试剂 口罩 酒精等防疫物资 口罩学校大概储存了2万多个 另外酒精我们大概6000多公升 隔板这个一个是80块 所以我们总共全校大概花了50几万 那目前台中市政府先前所提到 是应该会补助一个学生75万 那我们1030所的学校 通通要装隔板总经费高达3000多万 那这个没有话说 一定要这个播补给学校 这个礼拜也大概都会把第一阶段的 那这个所有的教职员工 剩下的百分之六点几 大概2000多位也都会把它打完 八九月以后才新进的教职同仁呢 那这部分大概六七千位 国内现在面临疫苗短缺 光是台中市已经有造册的老师 就还有8000多位还没施打第一剂 只怕能尽速赶在开学前 做到全方位的防疫备战 环宇新闻洪世成宋军义白云飞台中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